本人只愿加入乌克兰国际防卫军团 参与抵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作战行动 以捍卫正义与自由 以抚卿为首的俄罗斯独裁政府 已经将无耻与邪恶表现到了机制 大量无辜的乌克兰平民正在遭受大规模的屠杀 本人也在此次俄罗斯侵略的屠杀中受伤 我本来可以离开乌克兰 但俄罗斯独裁政府无耻邪恶的行为 让我感到极度的震惊 并且他们的邪恶行为无法在中国得到真实的暴动 经过再三思考 我决定加入乌克兰国际防卫军团 会赠予自己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但我并不对此感到害怕 人固有意思 或重于泰山 或轻如红毛 还是要在有生之年 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希望中国同胞们可以觉醒 明辨是非 看清善恶 不要再为一个无耻邪恶的 独裁俄罗斯政府侵略他人的行为叫好 俄罗斯侵略扩张行为已经持续了几百年 中国也是受害者 仅在近代 俄罗斯就有了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杀害了几十万中国同胞 这难道不能让你们看清楚俄罗斯的真面目吗 希望正义善良的中国同胞们 尽自己的一份力 帮助这个正处在水中火热的国家 无论你是捐助参战 还是传播真相 让更多的人觉醒 都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不要让邪恶压倒的正义 希望可以遇到中国的同胞一起作战 我们将会成为一生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3月18号星期五 刚才大家看到的应该是一个中国人 他录制的小视频 公开声明他加入乌克兰的国际军团 要跟乌克兰人一起 要抵抗俄罗斯老毛子的侵略军 这个视频很明显 这个中国人他的脸上是打了马赛克进行遮挡 他讲话的声音也是做了处理 那他这么做的原因大家呢肯定都是明白的 就不用狗哥再多讲了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视频下边有一些这个中国人留言 这些呢应该基本上都是这个中国的战狼粉红 说这个有种你露脸啊 你脸都不敢露你还敢上战场 狗哥今天很严肃的要讲 有这种留言的这个战狼粉红啊 一定会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坏 另一个就是傻两大特征缺一不可 大家呢如果是听到或者说是这个看到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 最好呢是要离他们要远远了啊 跟这种傻差或者是坏差呢 一定要保持距离 狗哥在频道里如果说看到这种留言 是一定要动一下这个小手指头 马上就删掉的啊 所以呢这个粉红傻叉们啊 你们呢也别再费劲再苦了巴基的这个打键盘讲这种话了 对这个中国人他声明加入乌克兰国际志愿军的这个视频 狗哥呢要先说一点 就是狗哥呢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这个呢就是真实的 因为在这个少妖媒体时代 任何人在任何一个国家录这样的一个视频 其实呢都是很容易的 是这个完全没有难度的 但是呢对这个视频呢 狗哥倾向于认为他是真实的 狗哥呢是倾向于相信 确实有这么一个中国人 他在乌克兰加入了这个国际军团 要跟老毛子的这个侵略军去干 而且呢这个中国人他呢还讲了 他在这场战争里啊 已经是受过伤 是被这个老毛子的军队搞的 所以呢应该是出于他个人的这个亲身的经历 还有这场战争本身的这个是非取值正义与邪恶的这个原因 所以呢这个中国人呢就决定加入乌克兰的这个国际军团 他要亲身参加这场战争 对这个中国人他的这个勇气 狗哥呢是没得说 狗哥对他呢是这个非常钦佩的 今天狗哥呢想重点说 就视频里的这个中国的老兄啊 他也说了 他加入这个乌克兰国际军团 他已经是做好了这个最坏的打算 那什么是这个最坏的打算 大家是不是也都是这个非常清楚的 对他来说最坏的打算 就是他在这场战争里边最后挂了 被老毛子的这个军队打死 对不对 大家可以想一下啊 对这个中国老兄来说 他连死都不怕 他已经做好了在这个战场上牺牲的准备 但是呢他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他还要这个不敢露脸 把这个声音呢也做一下处理 那他更害怕的是什么 他显然更害怕的是这个中国政府 中国官方因为这个事去找他本人 或者说他家人的这个麻烦 对不对啊 他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乌克兰上战场 亲自跟老毛子的这个侵略军去干 他不一定最后呢肯定就能挂掉 但是呢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啊 他如果说公开身份去做这个事 那他是不是就肯定会被中国政府去收拾去骚扰 狗哥认为呢这个呢应该就是这个老兄啊 他不愿意露脸公开他自己身份的这个 这个主要的原因啊 所以呢对于很多这个很勇敢 而且呢很正义的中国人来说 战争和中国政府到底哪个更可怕啊 战争里边的这个死亡的危险 跟这个和平时期来自中国政府的打压到底哪个更可怕啊 是不是来自中国集权的这种打压是更可怕更现实的 所以那给我讲啊 就是那些整天喊上这个别人露脸 不露脸就是美种的这个中国战亚粉红们 都是傻叉再加上坏叉 就像这位中国老兄 人家都亲自在乌克兰上战场了 这叫美种吗 中国墙里头墙外边那么多 在网络上这个疯狂的挺俄爹挺普京 都是显得那么有种的这个中国战亚粉红们 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连一个去参加俄爹志愿军的都没有 在中国墙里边甚至说连一个敢去上街公开举牌子 支持他俄爹的都没有 这个叫有种吗 在这呢狗哥呢要很认真给中国的战亚粉红们提供一个信息 就是你们的这个俄爹普京啊 他也在公开招这个所谓的国际志愿军去乌克兰帮助俄军打仗 而且呢这个呢还有工资 据说呢一个星期呢至少会发这个1000美金 当然了这个俄罗斯呢 他现在是正遭到这个国际制裁 所以呢他用美金去支付工资 这个呢可能不太有保证 但是呢鉴于这个俄爹跟中国的关系 如果说中国战狼加入俄爹的志愿军 狗哥是相信呢他完全有能力用人民币去支付这些工资 所以呢这个工作呀在收入上应该呢是有保障的 而且呢现在乌克兰的这种战场的形式 他俄爹呢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这个中国战狼去加入的 最近这段时间普京他号称是要从叙利亚这些中东地区去招这个志愿军 但是呢这个招聘的效果呢好像的是很不理想啊 原本他号称呢要招这个16000人 结果这个实际到位的最多呢也就是几百个人 所以呢如果这个中国最广大的这些个战狼粉红们能够加入 那这个对于普京来说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支持啊 在这呢狗哥呢是免费给这个普京做广告啊 如果说有想去这个乌克兰参加俄爹志愿军的这个中国战狼粉红 可以把你们的这个护照 护口本身份证这些信息都发email给狗哥 狗哥呢是愿意免费帮你们转交给这个老毛子的国防部呢去登记啊 这点狗哥呢肯定是说到做到啊 所以呢呃在这个周末啊狗哥是希望能收到来自这方面的邮件 狗哥呢还是那句话就是中国的战狼粉红们这个都是挺俄爹挺普京的 但是呢别光打嘴炮啊 现在呢已经有至少一个中国人人家是录视频表示加入乌克兰国际军团了 那是不是至少这个中国战狼粉红这方面至少呢也要出一头申请加入俄爹的这个军团 这样呢才显得你们这些个战狼粉红是真有种对不对 所以呢别光打嘴炮 别光这个纸上谈兵 刚才狗哥讲了就是对这个加入乌克兰国际军团的中国人 狗哥呢是非常非常佩服他的勇气还有这种行动能力的 但是呢狗哥呢不会鼓励和建议其他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也去这么做啊 就是狗哥呢绝对不会鼓励和建议任何中国人去参加乌克兰的国际军团 亲身去乌克兰参加这场战争 因为狗哥是自古以来就一直讲 真实的战争 他的那种残酷性啊 这种人命就像小蚂蚁 这种状况啊 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是绝对难以想象的 所以呢对一般人来说呀 大家呢还是要尽量的远离战争 人家这个乌克兰人是没办法 这个鬼子侵略军都打到家里来了 所以呢乌克兰人他们是必须要拿起武器去反抗 乌克兰之外的人 大家作为个人来说呀 最好呢还是要慎重 当然了狗哥呢还是那句话 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还有选择 最终呢应该是他自己呀有决定权 他自己呢也要能够为他的各种选择呢去承担后果 不管这种后果呢是这个正收益 还是说呢这种后果呢是危险还有灾难 所以呢加入乌克兰国际军团的这个中国人 他已经是做出了决定还有行动 而且呢看得出来呢他对最坏的结果呀也有准备 那这样的话呢狗哥对他呢就只有钦佩和佩服 狗哥呢也必须祝愿 他呢有这个好运气 在乌克兰战场上能够平平安安 一直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 这个呢是这个事啊 狗哥这个所有想说的 跟这样的中国人比起来啊 中国所有的这个战狼粉红们真的都是垃圾 真的都是懦夫 真的都是粉蛆 你们这个连在中国墙里边去上街公开支持一下你们的俄爹 你们都不敢 你们都做不到 还有什么可说的 中国人是不是有一句老话 叫这个爱一个人就要公开大声的讲出来 对不对 中国的粉蛆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还有什么可说的 关于俄国侵略乌克兰的这场战争 今天呢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 就这个美国总统拜登要给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打个电话 狗哥录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这个电话呢还没有打 还要过这个几个小时啊 是在北京时间的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打 但是呢 这个电话的内容啊 其实呢已经不是什么这个秘密了 也不是什么这个大新闻了 在昨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已经公开讲了 这次拜登给习近平打电话 最重点的话题就是俄国侵略乌克兰的这场战争 而且呢拜登呢 他呢要在这个电话里边呢 要很严肃去警告习近平 不要在这场战争里边给俄国提供援助 不管是在武器装备这方面 还是国际社会对俄国的这个经济制裁这方面 美国呢他是要警告中国政府呢 不要给俄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如果中国政府他这么干了 布林肯呢在这个昨天呢也讲得很明白 那中国呢就会承担这么干的后果 其实呢他呢就是在暗示 美国和现代文明世界呢 也会对中国的相关方面去进行制裁 布林肯他昨天公开讲呢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今天要给习近平打电话的这个最重点的内容 这些话呢 拜登呢他呢就是要亲自通过电话 讲给习近平去听 然后呢他是希望得到习近平的这个亲自的答复 看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 也就是这个中国是不是要帮助俄爹这个问题上 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这个呢就是拜登今天跟习近平打电话的这个最主要的话题 还有看点 狗个儿预测这个拜登他今天在这个电话里边呢 应该是得不到来自习近平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的答复 因为这个典型的中国人 传统的这个中国人讲话办事的这个方式呢 他就是这样 话到嘴边要留三分 话呢不说死 事呢不做绝 情不断尽 这个呢就是传统中国人这种说话和做事的方式 这个呢跟美国人他们的这个讲话做事方式呢 就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差 美国人呢是这个比较习惯当面 把这个话讲得很明白的啊 大家最好呢是不要有任何的误解 然后呢大家呢达成共识 有这个承诺 然后接下来呢就认真去落实这些承诺 一块呢把这个事做好 包括美国政府在内 他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 也基本上都是这个风格 这个呢也是给我一直讲的 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个现代文明世界 他们对中国基本上都是阳谋 没什么阴谋啊 因为人家希望中国能怎么样 人家希望这个中国怎么去做事 人家基本上都会讲的是这个明明白白 很公开啊 很明确很明白的 就像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昨天这个讲话啊 他已经是讲得很明白 在今天这个电话里 拜登要对习近平表达了意思 人家把话都讲得这么明白了 哪还有什么阴谋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习近平 他今天对拜登的答复 狗哥认为呢 不会很明确 习近平呢 他应该不会很明确去告诉拜登 中国会不会去帮助这俄罗斯 中国会在哪些方面去帮助俄国 因为在这个中国体制内部 这些个当领导的当官的 他们一般呢 也都不喜欢把话讲明白 基本上他们的这个下级下属呢 都要去靠猜领导的意思 然后呢去办事 这呢其实呢 就是一个在中国做官的这种秘诀 就是很多时候这个当领导的呀 他们是故意不把这个话呢讲明白 这样呢 其实呢他们自己呢 就可以避免去承担责任 万一出什么事 就可以让他们的下属呢 去背锅 这个呢是中国官员们 他们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特点 那这个最高领导习近平 他在国际社会上的这种交往 狗哥认为呢 他呢也很难去完全摆脱这个特点 这个呢也是 中国在跟现代文明世界 这种交往和互动里边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民族 这种性格 不同的做事方式 这种差别 可能会造成的障碍 狗哥认为呢 现在都这个2022年了 大家呢在讲话做事这方面呢 最好呢 还是要更直白 更简单一点好 因为这样的话呢 大家都能够更节省时间 还有精力 在这个沟通方面 关于中国最高领导习近平 昨天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 就是习近平他主持召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会议 重点话题呢 就是讨论现在这一轮 中国的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 那最新中国这一轮的这个疫情 狗哥在最近的影片里呢 已经是聊过不少了 狗哥现在啊 就不拿中国的疫情状况 跟现代文明世界做对比了 生活在北美 生活在欧洲的这个网友们都知道 现在这种生活 是不是都已经是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连这个口罩 基本上都不用戴了 对不对 这方面狗哥呢就不做对比了 狗哥呢就讲一点啊 就是现在这一轮 中国的疫情 又是这个各种折腾 是不是中国人里边又出来很多被折腾的 这个敲锣喊冤的 你比如在这个前天的影片里边 狗哥呢是提到 北京的一个女孩子 她是因为这个所谓的疫情管控 在深夜凌晨 被困在一座桥上 好长时间 然后呢 她呢就发微博喊冤 并且呢她说呢 她自己呢 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说只有铁拳砸到自己头上才会明白 但是呢 在昨天这个女孩子应该是成功回到家里以后呢 她呢 又发微博 说这个禁止任何境外不法分子 用她的微博来抹黑中国 这个话呢 她呢还发了三遍 还说呢 她的遭遇啊 是自家事 不需要搞分裂的外人来指手画脚 这一轮中国的疫情啊 情况比这个姑娘惨的中国人呢 还有很多 她根本不算是这个很惨的 另外一个中国的一线城市深圳 这天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外卖小哥 连家都不能回 他们晚上只能是露天睡在外头 在中国的这个另外的一个一线城市上海 这个呢也是号称是中国最文明的城市 这两天是不是有一位女士 因为家里边有癌症病人 但是被疯了 去不了医院 然后这位女士就被逼的跪在地上 是哭着喊着求政府 把她的家人送到医院去 狗哥看到的消息啊 是这位女士的丈夫呢 已经是去世了 那像这样去世的病人 过去两年多 在中国是不是 都不属于是死于武汉肺炎 对不对 这种呢 它不是死于武汉肺炎 它是死于中国政府 对武汉肺炎的管控 对不对 所以呢 中国这种模式 真的是很伟大 很光荣 很正确 很牛叉 很厉害吗 给我今天要讲 像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中国人 他们连乌克兰难民的状况都比不上 最近逃到欧盟国家的这个几百万乌克兰难民 狗哥可以确定 他们都会有一个安稳的地方去睡觉 他们有病了 都会及时得到治疗 在欧盟生活的这个网友们都可以留言 说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 另外这两天呢 中国舆论里呢 有很多人在猜 因为现在这个病毒变成奥米克戎 它的毒性呢 其实呢已经是这个比较弱了 所以呢 很多中国人呢 现在都在猜中国政府呢 会不会调整一下这个非常严格清零的政策 让中国少尉开始接受 要跟这个病毒共存的现实 狗哥要说呢 这种想法啊 可能是太乐观了 昨天这个最高领袖习近平 他召开这个常委会 他要表达的最重点的意思 就是中国的严格清零政策 绝对不能放松 习近平他肯定是看到了中国舆论里的这种想法啊 就是希望放松管控的这种意见 所以呢 他就赶紧召开这个常委会 要明确表达他作为最高领袖的态度 就是中国的疫情管控啊 绝对不能放松 所以呢 很多有期望中国放松管控的这个中国人 肯定呢 在这方面呢都会失望的啊 狗哥呢还是那个判断 就是中国这种坚持严格清零 坚持闭关损国的政策呀 至少也要持续到今年年底 好了 今天这影片呢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